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引人注意 他们有调查说现在在门户网站上面聊一个电视剧的聊增加7%的话 它的收视率就能提高1% 这也可能 因为不光电视剧有这个现象了 像那个那叫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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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三枪传奇什么人 三枪拍摄 那个就到处都骂 但是它的票房很高 可能比这个是金陵十三差还高 因为它热闹 那个是热闹 颜色又好 又有什么男女女 有小水梁 有严宁 有赵本山 他就正是那个 所以这个是 这个就是说这个文化产品的这个市场效应 和这个文化产品的它这个质量之间呢 有时候你很怪这个关系 真的很怪 有时候是越好越信任 有时候一边骂一边看 你这个他解闷吧 或者是可能我只能这么解释 这种快餐不是从来就是 那从来就是大众市场啊 你做的越操越能这个就是普及啊 更多的人更喜欢这味儿 你做的太精致了 不就成了小片了吗 那不是 成了文艺片 我倒觉得呢 这个美国文化市场还是比较有正气的 哈哈哈哈 基本上说比如说好莱坞大片 大片有个大片的样子 阿凡达基本上这是这是不错的 你好莱坞的烂片呢 你要看 你要看见一个烂片 也暂时能把你气疯了 我给你说 对 但它烂片就不挣钱呢 它不挣钱 它是符合逻辑的 对 它这个文化工业比较成熟 它有一套这个 我是觉得咱们现在中国的文化消费啊 面临很大的变化 你说过去来说 文化 咱们首先认为是意识形态 对 是对人民的教育 那么现在呢 从现在从官方的文件来说 首先提的是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 那文化需要的当然有消费的需要 甚至于你要问老百姓的需要 它首先是消费的需要 它不是说我通过这个提高觉悟 通过这个学到多少东西 能够拿上什么文凭 它不是 它是消费的需要 这种消费的需要呢 又直接影响到这个文化生产的 从业人员的利益 这可不得了啊 对 那么按百分比抽的话 那还了得了 没错 一本我们写作的人 一本书 你说我写的烂呀吧 我卖了一百万份 一百万册 一百万册 我一本书 我得三块钱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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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三百万嘛 美国的一家公司吧 而且甚至我也觉得这个过去这个 这个王老师曾经讲过 说这个言论的这个自由化必将带来言论的这个典质 我现在把您的理论推广一步 我现在觉得咱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是个所有东西都被贪薄的 对了 比方说我讲好 近些年我看好 演员 我怎么觉得演技啊一个个也越来越不敢恭维 好的演员呢 包括作家或者从事各种各样行业的人 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他们干的事太多了 对 出场量 人的这个能量就这么大 我聚焦在做一个杯子上 那他就是个绝食精品 可我要做一千个杯子 那他就是个大陆货 我们这些知识可以推导出来的 所以好像一切都被贪薄 你这个发现的太正确了 为什么现在他产品多呀 量多呀 是不是 你说这个电视的这个影视 声像节目 音像节目 有多少我一天在那播呀 咱们不是演员 如果是演员的话 你要又能演红的话 你有多少戏等着你拍呀 出书 过去出一本书容易吗 49到66到文化大革命 每年出书是大概不到十一本 十点几本 具体的数字我记不出来了 长篇小说 现在长篇小说呢 一年出一千部左右 加上网上据说还有两千部 那就是说一年三千部长篇小说 但是你往往周围去问问 甚至文学圈的朋友 都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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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人自己都不看 但是有人看 但是有人看 有人看 对而且有 你比如网上的长篇小说 城市化 比如官场小说 什么这个办公室的 叫什么青春小说 就多了 这您的这 都已经了 我都没见过 他都商业商业模式化了 你刚才说的那摊平化 用另外一种就是这个200年前 这法国人就看出来了 这个托克威尔就说 他当那个经典那著作叫 美国民主吧 因为他从法国这么一个老文化 精英文化 到了美国来考察以后 他的发现就说这个文化 虽然是民主 他代表了人类的一个前景 但是在文化上 他将要变得平庸 这个平庸就因为 他实际上是民主之后 所有人都能生产 而且他要为大多数的人生产 这样这个精英就变成了 越来越变成少数 而这种大批量的生产 就把它拉平了 他用的真的 还真的是这么一个词 就把它拉平了 就是他不会特低 也不会太高 最大部分是中间的 是平庸化的 这个你看我们在 不仅是产量创作一方 我甚至觉得在受众一方都一样 我们的阅读 因为你太多的东西了 最后你都麻木了 你最后接受这种信息 过量了之后 其实你 鉴赏的 这个能力都被消耗到 一种 很半麻木的一种平庸状态了 这是一个很调误的一个问题 就是文化的有些比较经典的产品 包括西游记 这都是很少数的那些文化精英们 他们创造出来的 但是这个并不公正 用市场化的说法来说 就是他并没有真正的市场 没有真正的市场化 但是毛泽东主席的时候呢 他是从另一个角度 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说 他说这个文艺这东西 你长期只是掌握的少数 自然业绩分子手里 自然业绩分子手里边 所以那时候也有一种民主化的追求 什么追求呢 大跃进的时候 人人写诗 我们现在要成为诗歌险 我那时候不是有麻烦吗 但是我不写 我那天天我要给一个阳光记他的诗 找这个阳光 这个阳光已经很累了 你想干着 放眼 你要复合把他的诗记录下来 记录下来干什么 我就说 我说这个那意思 就是大哥 你死活 你说一句诗 要不然我这 没完交代 没完交代这任务 然后他就 啪来这句诗 一下子把我诗提起来 什么诗 我放一群羊 他说我放一群羊 哎呦 这真像诗 诗啊 我放一群羊 有点像那个王熙凤 就起那头 一夜被封锦 大家说哎呀 这都不太好了 对 才没有了 我放一群羊 就一夜 就一夜 我给编呗 那怎么办呢 我放一群羊 我放一群羊 挺好 有的县里呢 还定了就是本县要 本县要培养 十个礼拜 二十个徒佛 这 这都是一种好的心 就是 就是文化应该 属于大众 对 不是说那时候的名师之一 就有这什么 月亮像大饼 是不是有这 就是反映了 劳动人民的感情 这个有古风啊 王老师当年那个 说诗经怎么来 就是朝廷 他有这个采释官的 到民间 来 采风啊 采风 咱们先去点广告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爱但是 还是要去 noticed 很多 hair sunscreen 采风及汁水 味软酒精 年份软将 与井共酒 核心科技 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 掌握核心科技 幸福就在离海最近的地方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汉南清水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科技 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 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我放一群羊 你接着来 我放一群羊 这是一种情况 现在呢又是一种情况 就是说 因为现在手段就不一样了 你在网上发表 不需要你慎长 除非你这里的有特别和国家的 特别禁止的东西有关系 咱们那是另外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 你网上贴上就贴上了 有人看就有人看 点击率好 在网上的一个小说 点击几百万的 当然有啊 比我们的书卖的好啊 对 我的书卖几十万册 就不得了了 对我来说 已经是莫大成就了 但是你要是 一点击的几百万呢 这个也不得了的啊 可是这个就是 建英刚才说的这个 这有时候的民主化呀 和质量 对 并不一致 和经典更不一致 对 和这个 这个这个 就是说 巨大的影响 和它的意义 它的文化含量 都不一致 但是 我有时候也觉得啊 是说 我们的这个 人民群众能吃粗粮啊 就是他们 咱就说 咱就说这大众文艺 还不是说什么经典的 你比如说 比如我看这个 美国的电视剧 不管是这个越狱啊 还有一个电视剧 叫什么都多王朝的那个 拍那个都多王朝 包括还有什么 大西洋城 这些个电视剧 你这也是给老百姓 看你的电视台放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它是投资啊 当然它是投资剧 咱们今天中国的 这个制片人 也是给自己找折嘛 解释 说为什么这个特技 做的这么好啊 他说你不能把我们 跟美国打边比啊 说为什么做的这么 这个比如说演员 这个没表情了 这演员戴上面具以后啊 他这个脸就僵 所以呢 他这个表情就没法做 然后说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做不到这个 我们做不到那个 希望大家能理解 可是我看了看去 我看最后 我不禁有一个问题 就说 那谁逼着你啊 要拍了呢 就是说要说 这什么条件都不具备 为什么要拍呢 就很简单 就是圈钱嘛 就拉起 因为我在大学工作 也有类似的 呃呃 现象 无论是中国的大学 还是美国大学 现在他那教授 你光是就是说 呃 写论文 这很慢的 很很苦的 你而且那论文 也没多少钱 你顶多是通过论文 达到一定标准以后 你能提提值 对吧 你从副教授 变成正教授 到美国 你还有长期的这个稳定的这个教授作为 你都要通过这个 但是你要真挣钱 你得拿项目 你知道吗 这这个这边就是叫拿一个 比如这边都有什么 每个级别的 你要立项 对 比如科学院有什么项目 或者什么教育部的是什么项目 国家什么几级 现在你看那教授的那个 那叫小传吧 什么后边有好多 他都不是他的出版物了 他是他做了什么级别的多少多少项目 他拿到了多少钱 有了钱 你就可以有助手 有花销 有各种各样 然后最后还能评讲 就是这都跟 我觉得电视界也是 你一个导演 你没有项目 你不拍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遇到这些什么四大名著 这一类的经典 这个他还是影响大 对 你比如说我重拍一部这个新游记 和你重拍一部 大家为人知道的这么一个作品 或者现代人的作品 那不一样 那完全就不一样 对 可是他呢又不愿意啊 说再老老实实的按那个经典拍 又排不出什么新瞎花样来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会就会产生一种 或者是恶搞的倾向 或者是搞什么穿越 对对对 或者呢就是搞调侃 把原来 或者呢就干脆给他翻过来 其实这个 这种现象啊 你在那 你看那赵氏沃尔已经是这样 赵氏沃尔那是大导演 对 而且那个拍的也挺成功 我并不是说 你还觉得成功 我不笼统的说他不成功 我不好意思那么说 赵氏沃尔 最后他们都成功 因为我们要成熟 所以我就是 我成熟他就成功 没事 我又成熟他就成功 没事 说得好 这个 这个 这个本身呢 并不能说绝对不允许 就看你有没有本领驾驭这个东西 是 你如果把它调侃一下 居然能调侃出心意来 让人想半天 也未尝不是一条路子 但是我怕的是咱们的导演吧 就跟那原来那个名著那个高度啊 他差着 本身就差着一百公尺呢 对 对 你不要认为说是古代的 他没有你 没有你 编得好 没有你编得好 那才错了 你加几句现代的语言 你加几句这个乱开玩笑的东西 那算什么呀 但是有的玩笑是可以开的 你像这个京剧里的都有 上来一个小丑 他忽然说两句 这还没报销呢 这也有 不是完全没有 没错 所以我就说 关键在于你驾驭得了 驾驭不了 也关键在于你啊 这是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一个比较官方的语言 你吃透没吃透这个经典 这经典本身 你又没看明白 对 是不是 这经典本身 你就理解不了 比如红楼梦 有几个人真正理解得了红楼梦呢 对 是不是 如果人真正理解得了红楼梦 他就就不会 这个 所以说我不讲 发生一些不成熟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 忠于不忠于援助 而在于你自个儿 有没有先吃透 对 你能不能驾驭 对 还有一个 我还有一个想法 就是对这真正的文化的精英 对于真正的文化的经典 不妨有一点敬畏 是不是 因为你要 李白的诗 您要给个恶搞 对 您最好就有一点敬畏 是不是 您最好别恶搞 但是有时候我们网上啊 也有一些恶搞 恶搞什么我就不好 不说了 是 你说这个恶搞吧 我看他真是 让你啊 就是笑也笑不出来 是哭也哭不出来 不是这种全民都在做 你看李白那诗 我们女儿他们小学生 就是叫什么春眠不洗澡 处处蚊子咬 什么夜来什么大白狼 下的到处跑 我忘了 床前明月光 地上写两双 这个我那孙子那辈的都会 说是这个 说是李白唱歌 不要不给钱 让人一脚踢下船 李白唱看来都看去 天上人间号船 然后是日照烤鸭生子爷 李白来到烤鸭店 口水之下三千尺 我我口袋没有钱 江山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东风日产 人车生活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灰领物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慧服务 全场千年量造工艺 历经天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这个王老师讲的有道理 本来我也是觉得我很宽泛 我这胃口很宽 你怎么弄 我也可以欣赏 但是呢 到后来慢慢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要是有一个导演 你啊 比如说拍三国演绎 你尽其所能的 给我复原了 三国时候 人们的服装 礼仪 做派 尽量接近真实了 对 那么我会感谢你 就是你是老师啊 对对 就像 比如有时候我看一个西方拍罗马的电影 不能说罗马就那样 但是你至少知道 他是认认真真的 尽其所能的 给你复原一个罗马 那么你这是营严了 就是我不用看书了 至少就是说 这东西 所以你像 而且像 还有些 你比如说你用穿越 没有什么 可是呢 有创意非常好 但是问题 咱这也不叫创意 咱这叫行活 一招心了 就一大堆啊 就现在 广内总局不是一审吗 就好像新的一年 这种穿越剧 工程剧 打住 这一打住 我有时候觉得 这都谁投的钱呢 这多少机 把创意能击 百上千机 这就 白白 全打开了 对 是 不是 这个是这样 咱们呢 对这文艺啊 比较认真 是吧 我那个 在春晚上啊 我就 看到有节目啊 批评这个穿越的 说你一穿越 我们都以为是真的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呢 一般的不正 你穿越了就认为 那个是真的了 那只能证明 咱们推缺心眼儿 是不是 您要是 您比如说看 关于这个 东汉三国 这个魏晋 这个历史 您不去看 不好好学历史 您去看穿越剧 那您不是自找吗 你不及格 你考不上大学 那都活该的事吗 对 所以我觉得倒不是这个 但是外国呀 也有恶搞的 有很多 很多 我看过一部英国人 拍的福尔摩斯的片子 把福尔摩斯 完全写成一个骗子 有个流氓 一个骗子 就也有这样的骗子 也有 但是这片子 它也不受欢迎 问题不在于它 因为它没有 不在于怎么处理这个题材 而在于你能不能 拿出点货色来 比如这里您有点见解 有点感觉 有点人生的这个 这个无味 是吧 苦辣酸甜 您这些东西都没有 您就光故意恶狗 您就跟哪人一样 尤其是恶狗 福尔摩斯是流氓 福尔摩斯是骗子 化身是混蛋 你说那干嘛呀 尤其是对经典 因为它的高度已经在那了 对了 你要自己 没有点分量的话 因为前两年 有一个纽约克的作家 按说纽约克这种精英杂志 它一个写手出来 应该是有这个 就是高低的这个 呃 间别力吧 现在它恶搞谁呢 它恶搞那个呃 奥斯丁 就奥斯丁 而且是奥斯丁的经典的 这种傲慢与偏见 对 他写一个就像一个 吸血鬼版奥斯丁 是 然后别人就就 最后招到的一片嘲笑 你知道他是想赚点钱呀 嗯 打眼球 而且这这种 他觉得肯定是青年人爱看 看奥斯丁那种老板的 就是有什么 反正已经大家都知道了 他想出位就这么出 但是其实就 你如果我原来周星驰 他等于他弄这个大脑 送送送送空哈 哎 我觉得他弄的能逗我乐 他他就是有香港一种 无厘头的文化 对对对 可是你跟着来的一大堆啊 品质就没有那么多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像 这种大脑神经纪 还是要不认为 就是要不认为 有文化症